我靠腰 兩個還有一個 先騎騎 他一打四都沒問題 他被鞭了 他就是要鞭你 懂不懂 其實我本來是打這隻 結果他另外一隻 跑出來了 死的是另外一隻 所以 好吧 這個韓文我看不懂 抱歉 什麼韓文 我的聊天室 我來解讀一下這個句子 叫什麼意思 我來解讀一下 等我一下 說要打什麼 嗯 要打什麼 你要打阿K就開本帳啊 我可以啊 看要打什麼 我沒差啊 我先來Google翻譯一下 等我一下 現在沒人了 先打NG也可以啊 好 等我一下 阿倫 阿倫欸 你好我是韓國人 好 這樣還要翻嗎 結果他再記得 意思是你好我是韓國人 那再來是什麼 那你要跟他說阿倫和誰優嗎 他說 他說 我日語說得不好 我不是 因為我不是日本人 烤香腸 快啦 他說什麼 他說 你好我是韓國人 我日語說得不好 我們聽起來像在講日語就是了 我不知道 但我說 我回答 我說但我們也不會日語 你開什麼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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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SEA SEA 我不會開AS SEA的NG不會很難打嗎 會嗎 還好吧 不知道 總比AS那個跳下去跟下雨一樣撿不到槍好吧 很好 很嗨啊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見了 你今天都沒出現喔 你今天去哪 嗨啊 你今天都要賣 今天我學第一問我要不要買 買那個 那叫來隊阿 日本跟那個誰阿 是我 哥里達 對阿 對阿 他說日本一定會贏 然後我就說他賠率說多少 1賠6 然後賠6 對阿 日本贏的話 不阿那個 如果哥麗蛋贏的話 賠1比6阿 這樣子 我說我賭3000的話 就18000了 如果只賭3000 賺18000 賺18000 然後他就說不可能阿 日本會贏阿 然後很多人都看好日本